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第13期的疫苗日约名单 那么其实大部分都是集中在BNT跟AZ的第一剂还有第二剂的施打 不过呢 原本哦 这个指挥官陈时中说的 预计在13期开放AZ还有BNT混打 没有想到这个名单一公布没有包含混打这个选项 这让不少呢 其实在第12期就故意不去登记哦 的这个打了第一剂AZ的民众啊 他们苦苦的要等混打没想到等到现在没有消息 真的是相当的不满直言正负指挥官前后说法差异太大 也有一声不解为什么当初要承诺民众可以混打BNT呢 对此 指挥官陈时中下午在立元备巡的时候强调 没有改来改去 还说11月还是有机会开放 没有混打啦 所以就不能混打的意思了 点开指挥中心最新公布的第13期疫苗预约对象名单 里面却没有AZ加BNT选项 民众好奇当初说好的第13期开放混打 现在怎么就没有了 让不少等混打的民众晴天霹雳 所以我就必须得AZ到底 原本因为第一剂没得挑只能先打AZ疫苗 但打从中央预告第13期有机会打到BNT疫苗时 不少民众就果断放弃第12期AZ第二季预约 如今这一宣布等于宣告混打足拜登了 怕等下去保护力的时间拖得太长 会不会会受影响 说可以混打那突然又不行了 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民众相当气愤 因为第13期到底会不会开放全民混打 政府指挥官说法前后明显有落差 原本说等到11月第13期有望混打 如今却说第13期还是要打相同疫苗 那到底何时可以开放混打 短时间内还有没有机会 人在立法院的陈时中 强调11月只要还有疫苗再来 就有混打的可能性 赶紧澄清解释清楚 就怕民众炸锅 就有点名声 你听我走